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进行一些攻击力的升级 把攻击力升上去 然后稳定度升上去 装弹量升上去 这把枪基本上就这样了 然后这边是装填速度是需要皮的 我们先不升 然后这边得到了一把新的线弹枪 是这把这个拆管式线弹枪 它最大的 攻击力特别强 但是冰中率相对比较差一些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跟这把枪的这个比较 装弹容量比较少 就两发 这把枪不大好用 它不如装这一发 它就是攻击力子枪 通过搜刮武器枪获得的 好了 我们出发 我们现在要前往我们整个古墓里饮食的最后一个大场景了 为什么要去搜刮 就是因为不准备回来了 我们还有一个古墓没探 就在最后这样的一个大场景里面 得到一件特别炫的衣服 全部古墓探完 好 我们这边先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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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上去 走 我们东西啊 基本上 基本上都已经比较满了 走 最讨厌的就是这种 叫 跳跃杀 东西都满了 这个也满了 不减了 我把这个点着 好 庄严的冰凤 有点着 sorry 太心机 吃不了热豆腐 有话说吗 我需要稍微喘口气 这个地方 基特城 雅各 不死军团 我在过去这段时间 一直在四处奔波着 都还没来得及去消化这一切 并意识到他们全都是真的 我想我的内心仍然有一部分无法相信这件事 但我知道雅各说的是实话 而创造他的事物就位于此处 我一定要在圣三一之前找到他 我唯一的希望 就是爸爸能够活着跟我一起分享这个大发现 这个希望好像有点活分 下次过 我们要前往基特城了 真是惊人 雅各 我要进去了 里面有什么东西 几个世纪前 我们把入口封住之后 就再也没人进去过来 里面应该是安全的 至少在你抵达太阳系之前不会有危险 它是观测站内的设施吗 没错 它是由我们的天文学家 在不死军团淹没古城前打造的 你必须靠它来开启前往基特城的入口 这个就是太阳系仪 我走旁边进去 真路进不进去 为什么正路有门不让走 非要让我走旁边 这真是太神奇了 有没有新的台词 我们把这个东西 把这个东西拉两下 一下 这个 因为它那边要晃到晃到 所以说我们先拉这个 这个拉一下就不动了 这个再拉一下 还有这个 一下 够 我们过去以后再拉第二下 就这个东西拉一下 其他另外两个要拉的东西拉两下 就可以了 这个再拉一下 哦 没拉动 哦 拉动了 没拉动 再拉 还要拉 还要再拉一下 就在上面的时候拉三下 在下面的时候 下面时候拉两下 分别拉这个东西 好 有这个音乐出来 就说明OK了 我讨厌跳跃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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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边上去 这就是太阳系医 我讨厌跳跃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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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里面去 有一个壁画 反正总感觉西伯利亚那边跟西藏有点像 反正都是冰山 赶快到旁边去 跳跃杀了 sorry 太急了 本身不用这样 和和大 跳跃杀不算啥 跳过去 这是bug 相信我 然后找一个 在这 然后过去 等一下 我讨厌跳跃杀 然后再等一下 等他说就是现在的时候跳下去 我讨厌跳跃杀 行了 这样基本上就OK了 然后找个机会 然后找个机会 往中间跳 走 好了 刚刚刚第一次在跳啊 就是跳太多机了 好 什么上去 等他头往上望的时候按A 就是这样 OK 太阳系移过来了 然后我们要顺着这边过去 这就是基特城的路口 把门口东西捡一捡 各种满 我已经在出发之前啊 该捡的都捡过了 很多东西都捡满了 这边可以得到一个新的技能 这个不算古墓啊 我们现在可以三箭齐发 正统训练 不需抽出箭带 可以发出三发了 等他亮了就按A键跳过去 走 走 我们已经靠近基特城了 前往基特城中心 老兰 我们在冰河上风的山上 可以看见圣三一吗 可以 他们已经正在开始行动了 圣三一也来了 我现在要进入古城了 索菲亚 别太早向他们发动攻击 我们会再等一段时间 稍后再跟你联系 现在整个是三批人 一个是古城的古城里面的军队 一个是劳拉 一个是圣三一 一个是那四批人吧 一个是劳拉的盟友 三方 四批 像不像九代里面的时候 然后我们进入古墓里面的样子 都是一帮听不懂话的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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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人 可是聽不懂他們說什麼 拜託中文翻譯一下 走 我記得早期的這種潘趴的遊戲 根本就沒有這種白色的東西標識 美國末日裡面是黃顏色 它是白顏色 神海裡面也是黃顏色 又來了一個技能 我們看一個什麼技能啊 這個是毒氣 持續時間更長 汽油持續時間更長 現在已經大多數東西沒什麼用了 真的沒什麼用了 拾荒者獲得更多的彈藥 好吧 不平了 沒什麼東西走了 這個時候想拿東西也晚了 只有錢了 只有錢了 他們好像在舉行什麼儀式 有賤奴炮 什麼東西在拖啊 也是人嘛 不死人 他們的數量真多 是啊 要跟他們剛正面 走 經過一些攀爬 去跟他們剛正面 有話嗎 沒話我們出發 是要把這些東西激活一下 學嗎 都是一些補給品 全是一些補給品給我們打架的 各種版 誰知道他叫什麼 直播社的觀眾知道 看過我直播版的人知道 我剛才起過名字 不 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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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歧 來了 不要這樣對待牢 了 老袋你不能這樣 哦 哦 哦 哇 刮出枪,等他过来 应用这些罐子,用小手枪 等他们绕,不要太着急 戴着这两个,这些敌人基本上一下子就白掉 跑 我打炸炸哎那不就是我吗 我先杀杀完以后再捡东西不着急 好多人 这把枪没用过 哎呀这个这个我冲总是现在 多个血别给他秒了 总是现在 还没死两下要 火血 打稳妥一点 后面就是热血沸腾全身硬钢了 正面钢 来吧 他过来 这个过来 过来 炸死 然后我们这边装上毒气 没了吧 没了我们走 东西各种吧 我们子弹都没怎么用过 还有皮 这边还要打 这边可以爆汤头 白虎 白虎 打不到 来这个 还没试过呢 威力揍势大 这边 这边 刚才没看到这些东西 待会这边会出来 走下面打 这个东西的精准性啊 这个东西的精准性啊 不如我的这个 枪好 不如我的弓箭好 好 还有继续来 小枪跟你们玩玩 捡点东西 来吧正面呢 这个东西很讨厌 装备上奴 好的两个搞定 補一下血 把上面两个东西打掉 上去 哪里 这边 没有 哪呢 怎么没找到啊 咦 本身不是打完了吗 我这这 我去 你们这个又又没打中 渣渣 OK搞定 先捡上东西 出发剧情了 打完 收购 这就是基特城的入口 捡东西 都给我捡 都满的 各种满 子弹也满 你不掉点子弹枪给我 来批 走吧 啊 那 啊 那 我已经现了 圣三仪曾两度派出一些大人物 去寻找先知的道路 而两次那些人都消失了 先知带着神圣之源 离开了帝国 但那东西并不属于他 只要他的后代仍然活着 他那些亵渎神明之词 就会继续玷污一切 因此圣三一 必须再次尝试 我做了许多 对神不敬的事 并对无辜之人 犯下了可怕的罪行 这一切就是为了 抵达这个地方 为了取回神圣之源 我明白 神会原谅我的作为 因为我是为了成就大善 才做出这一切的 现在一切就快要结束了 我只需要在这场 最后的战斗中存活 圣三一的任务 便终于能够完成了 这边还有 一个死人旁边 有个什么东西 这东西似乎特别古怪 他拥有四季台文化的设计元素 但是看起来又像是 不对 不可能 不要应酬台词 插评 这边有一个 银线 报告将军 我们在夜晚观察到一些异常情况 我们在基特城上方扎营 而这座城也已做好准备 要抵御入侵 他们仍然以为 我们会从高处发动攻击 因此绝对不会预料到 您将率兵从山谷另一端的通道进攻 但我必须告诉你 在这座城的中心 有一座塔楼 里面潜伏着某种不寻常的东西 我们看到数百名全副武装的士兵爬上塔楼 突然 有一道光划破了天际 接着传出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像是一只饥饿的鬼魂大军在咆哮 然后那些士兵竟又撤出了塔楼 我不知道他们在楼顶藏了什么 本来以为是宝藏 但看来是某种截然不同的东西 我们什么东西我们大家也都已经看到过了 从这边直接走 走 诶 是走这儿吗 哦 是走这儿 我们现在攀爬 因为之前有了古墓技能嘛 所以说爬得比以前快了 然而并没有什么乱用 我们省一点机枪 机枪的子弹 其他的子弹基本上可以挥霍一下 但尽量我能用弓箭打 我就用弓箭打 哎呀 又甩下来来 尽量我这层特别之美 劳拉 它们随时都有可能穿过冰层 你认为你们阻止得了敌人吗 我们最多只能帮你争取一些时间 我们另一边见了 我不 我不 無辜劍我們造一下,把這個拿走 大家感受一下 感覺是不是像一個油畫的感覺 我們現在就去那兒,但是我們在這個地方是有一把弓 然後在這個的下面是有一個古墓,我們先把這兩個東西給探掉 我們先把這個地方,看有沒有話說 劳拉有話說 雖然我不清楚永生之人該是什麼模樣 但雅各讓人感覺只是個普通人 我無法想像他這輩子所見識的一切 以及他腦海中所積累的經驗與知識 真是難以想像 對哦 但他卻為了這個秘密 哎呀沒聽完,sorry 劳拉的日記是可以通過文獻 不得的吧,好像是 我們文獻已經收集了蠻多的了 我們看看這邊有沒有劳拉的文獻 求生手抄本,山谷之道,黑暗之心,陰謀論 營地日誌 營地日誌二,營地日誌三 應該是這個 有些東西錯過了,就是遺憾 這是在冰層下面的一座城市啊 也就是地底下面的一座城市 我們先去 將 這邊有 這是一個挑戰,沒什麼懶用 滾 這邊 下面是有敵人的,會驚動他們 然後,然後我不怕 不死軍團正在街上巡邏 不能被他們發現 待會我就下去跟他們剛正面 從正面下去 想一下在哪在這 來了 音樂是彈鬥的音樂 不管它,我們走 閒的也是閒的,跟你們玩玩 這邊主要是有一把弓,這把弓還不錯 戰鬥中 雷頭你們跟進來 走 我們可以以後再來 那以後再來就穿不上那件衣服了 我一定要把那件衣服穿上 然後 再去剛正面 那件衣服特漂亮 在城市建立完畢之後 首帶的信徒便開始生活於其中 在他們之中 有一位名叫范倫提諾的男子 他將自己的一生 付諸於時間與其運行的研究上 先知在眾人之中找到他 並詢問他對城市的看法 范倫提諾表示 這是個受祝福的地方 他認為基特城的時間 將會緩慢流動 並世世代代繁榮下去 先知感到十分滿意 認為他明白自己 已為人民找到欺身之處 我們先拿到這把弓 坐 這把弓怎麼說呢 威力沒有我這把弓大 但是 射速極快 沒有看 再跑掉 再跑掉 可以到大門去裝備 回去 走吧,上去啊,A键上去啊,哦,别动,这上面,这样可以上去 有些地方在之前的时候上不上去,后面都需要通过这个方法才能上去 可以到这边拿,但我们东西都满的,就不需要了 我冲锋枪尽量不用,我留到最后一战再用 打了 西拉鱼,西拉鱼已经满了,七级就是满级了 出去可能要跟他们打一架,让我先出去,不许在空中打我啊,发现我了 刚正面没关系,不怕 这样让我上去我就不怕你,反正你秒不掉我,你能把我住没啊 然后我们到这个地方去,东西 下面也有啊 刚正面,刚正面 这个货很厉害啊,他能把我打死啊 我那玩,玩进展 我,他砍了我一下 满血没砍到 好的,就是现在 渣渣,拜拜 渣渣再见 好多东西看到吧,子弹 死去吧 死去吧 火个血,防止被怪秒掉,然后我们到那个地方去 呃,走这边 那个古墓是一定要探掉了,我已经探了八个古墓了,最后一个古墓也是肯定要把它给探掉,既然古墓另有,肯定要保证所有古墓全探掉 诶 四通八达的,好多攀爬点 诶 诶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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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好吧 下去,我们直接走下面,没关系,不怕他 就在这 老鼠 老鼠不许逃 不许逃 老鼠 林生 老鼠 先 一次 鱼 才 看没有 觉得 悲人 十 凉 最後一個狗狗 我可以有三連射 來發毒箭,然後三連射拼拼射就行了 No, no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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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一發 好多劑 因為劑可以回收,所以我基本上大多數剑和牠說 用了两发毒箭,没关系,后面可以补,东西是不会缺了,但是有天烟 最后一个古墓 我们刚刚拿到的那把弓啊,是所有弓里面啊,射速比较快的,然后攻击力也不至于弱到那么差 被指线弓不挑战 蓝色的玻璃花瓶,仍然完好,这种东西不容易保存 回去可以卖好价钱 实际上老大卓的墓点是来盗墓的 只不过以父之名,你知道吧 走,哦,漂亮 以父之名,按住LT键就可以有这样跳水的姿势特别漂亮 在古墓一代吧,还是二代开始也就有这种跳水的镜头 然后,我们把他换成火 先把这个地方点招 可用弓,无情弥喃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把弓,就这把 他的杀伤力不如那个,但是拉弓速度极快 然后如果升级升一下的话,还是不错的 过攻时间,他是需要皮 然后这是射速,射速很快,拉弓速度也快 然后,对,这个也是射速 需要木头 干到吗 就拿他当主力射箭的东西来打 射速很快的 我们走 竟然是最后一个场景留给我呢 一人习惯,反正我现在材料多就给用了 天哪 这个地方 炸了,进去 这个地方应该是补给我们弓的吧 在里面补弓给我 我们先,先把这个BT给解掉 站在这个位置 站在这个位置 然后再用火弓 给他来一发,赶快下去 到这个地方 撬开他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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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到这边来,再转一圈 拿上来 这个拿上来 一个死人的 好了 这样应该够高了 铁牢 铁笼子 然后在这边拉一下 我上去 他们认为这个洞穴是通往地狱的大门 这是我们探的最后一个古墓了 不要在下面打 下面打 下面打会被下面的火给烧死 下面打会被下面的火给烧死 再来,发木扫女 最后一个技能 最后一座古墓 古墓部分到此结束 这样可以使我们的火箭啊 汽油弹和火箭造成更多的伤害 变个 我们在这边可以补充一下火箭 好多 你去我 我们在神圣的城市底下找到了腐败的源头 通往地狱的其中一条蜿蜒通道 正喷吐出邪恶的瘴气 恶魔的蹂躏无迹可寻 但造成的影响却随处可见 那些受到影响的人们口中诉说着邪恶的话语 并做出罪孽的行为 在他们身上神的恩惠已不复见 我们将他们带到地狱之口 试图驱赶他们身上的恶魔 但并非每次都能成功 这些迷途之人大多早已深陷其中 并在我们将其身上的野兽驱赶出来前便死去 失去良善的同胞令人心碎 但我们一定要挺身对抗魔鬼 以及他的千万种化身 我们现在的主要目标就是回到 深谷里面去 我们去拿一套特别牛逼的 特别好看吧 的衣服 都是鬼火 蓝色走路 通过这个 传送 回去 快速移动到 这里 飞去营地 回到这个地方以后啊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这上面有一个说 把九个古墓全部探完以后啊 你十代忙 你干嘛不搞十个古墓 就九个古墓 好了 欢迎回来 你是对的 那些古墓内有很多价值连成的秘密 真难以知悉 我们竟然遗失了这么多东西 但我们一定会重新将它们找回来的 这些钱币对我们已经没用了 请拿去吧 就当做是你取回这份智慧的报仇 这些对我应该有用 神圣 暗影 然后这边我记得还是有一个 现在可以读了 这是七级希腊语才能读的 有几个字已经模糊不清了 但看起来好像是在指向某个东西 好了 附近的钱币秘宝啊 比如说这些地方 就可以显示出来了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嗯 本集我们先到这儿 下一集 应该是古墓石完结掉 我会一口气啊 然后后面的战斗啊 一连串的全部完成掉 我回去把那件衣服换上 我看现在多少钱 95块 可以去买点东西 我们换上衣服再去看看 能不能买点什么东西 好像你买不了什么东西 钱还是有的 还是有一些钱的 95块了 我们把衣服换上 还有一个支线任务没有完成 那个这些任务比较消耗时间 那个这些任务比较消耗时间 做这件 这是盔甲 帅吧 帅吧 我们可以穿着这 我们可以穿着这 这身衣服啊 进行我们的最后一集 嘿大家好 我这身衣服帅不帅 我知道 我知道你在那座塔楼上做了些什么 谢谢你 不用谢 外头有一匹白狼出没 但我不曾亲眼见过 听说他只在夜间出没 在我小时候 有一个喜欢四处探查的小男孩 我们最后一次看见他时 他正要前往大教堂底下 你运气真好 你个酒鬼 你好 我们听说了你在旧塔楼那的座位 看来你会出现在这里是有原因的 哪是 像这样的事情绝非有无然 靠衣服漂亮 靠衣服漂亮快点 许多族人被迫为苏联人挖矿 即使把他们赶跑后 这些族人仍然全部死于某种奇怪的疾病 圣三一在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前绝不会罢休 我们一定得阻止他们 还有其他人吧 你好 苏联人从未知晓山谷的秘密 但圣三一却非常清楚知道他们在寻找的可惜 光这一点就使得他们更加危险 你看过至于洞穴四周的图腾了吧 经过那些地方时要小心一点 你居然去过大教堂底下 那些通道早在我出生前许久便被禁止前往了 你好 你怎么也是酒鬼啊 你本来不用冒生命危险和我们一起作战的 但你还是这么做了 你在山谷的这一边是找不到狼的 我们已经确认过了 我们以为塔底下的地下墓穴会很安全 却差点被埋在那里 幸好有你在 那个酒鬼 怎么女人都喜欢喝酒的 这是什么事的 你好 你好 你喝酒吗 封烟下泡了山谷附近的动物 但鹿群似乎已经回来了 你看过老旧苏联设施旁边的矿坑了吗 看过了 我们有很多人死在那 对 圣三一的人还在上村 我们得组织攻击行动 让他们知道这是谁的土地 我的 走了 行了 本集就到这 下一集不管是多少时间 我们一口气 让古墓烈饮食完结掉 找一个光线比较好的地方 这地方不行 我找一个近一点的地方 诶 这边他不算过通装物 这里应该可以吧 这里应该可以 老了 哇 这衣服 摄摄的 他买和身的了 哇塞这身衣服 屌屌的感觉 上半身不错下半身差平 就这么多衣服了吗 没有其他了吗 我能找到的衣服 大概就这么十几件了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老蛋 喜欢就关注一下 下一集完结篇古墓烈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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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